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觉得自认不患 可惜啊 这样的人才在雄营得不到重用 反手排挤打击 真是可悲啊 柏承若真能离开雄营 他也得有一个合适的去处 你也有意发展他加入到我们的组织 由听其言观其行 到听其言信其行 需要一个过程 顺其自然吧 自打你受伤离开 前线警告 一天不如一天 郡总 你卑职看来 我不应该及时撤出成都 另寻战机为妙 不然强撑下去恐怕 此等建议我也跟雄都谈过 无奈雄都始终认为得成都者得私 不敢放弃 我等只能听从 别无选招呀 如此这般 那今后的形势 不如乐观 是啊 好在你的腿上即将痊愈 也算天一诱我呀 你归剑了 我可心里就踏实了 秦总 即便是卑职归剑 也只是一团指掌 与大拘勿 我觉得眼下应该还是多做 战略上的考虑才行 你的意思 我明白了 我这就去见雄都 把你的建议告诉他 让他来定路 你呢 好好养伤 做法归剑准备 郡总 此前卑职提出的 滋涉查办一事 不知军座考虑得如何 你真的相忠 事不相瞒 卑职趋役已决 请军座海涵 陆刚雄啊 我早知此人 终非你我嫡系 离开是早晚的事 既然如此 就让他走吧 强扭得瓜不甜 请盘兄冷静 目前用人事计 能晚了还是晚了也好 这留得住人留不住心 你说有何用 还不如做一个顺水人情 成全了他 我宣布 今日委任 第二混沉旅 第一团代理团长 康鹏成任团长 我就不信了 离开了刘伯辰 我还真吃戴毛猪 鼎南 鼎南 酷鹏 鼎南 Regel 海里面医生 你看 我可以出院了吧 六 我记得你说 你不喜欢这里的味道 所以我提前让你走 太感谢了 不要客气 六 我得提醒你 你上口虽然愈合 但没有完全好 还需要试解 我建议你不要离开本地 否则不方便过来监察 六 你是我最敬佩的病人 也是我讲过最优秀的军人 今天你要走 我想送你一个礼物 也许会对你有帮助 送你的 你送我这干什么 我不需要 今天早上 检查了你的伤口 肌肉还是轻微萎缩 绝对肯定是油 所以送你一个终身伴侣 终身伴侣 你太幽默了 亲爱的艾丽梅先生 这份心意我领了 但是这礼物 我不能收 你还是把它留给需要的人吧 刘 我不跟你开玩笑 你要收下 会对你有帮助 相信我 我的朋友 艾丽梅 你见过 有军人拄着拐杖 上前线去打仗的吗 你说什么 你又疯了 你都这样了 不能上战场了 艾丽梅医生 我恐怕要出乎你的意料呢 我不用担心 现在的情况 非常地危急 刘湘的三路大军呢 已经冲破我两道防线 即将逼近成都了 所以熊总司令 军作 把我从前线调回来 特地派我来请你归队担当大任 力挽危局啊 方船 你我兄弟多年 你应该知道我的知情啊 我知道 我当然知道 不过你放心吧 熊总司令啊 已经答应你军作 让你出任北县的总指挥 全力具体 军作还说 熊总司令已经答应了 只要击败刘湘 必于高位于你 你不懂我 你们都不懂我 国城从军不是为了升官发财 是为了救国救民的心中志向 你看看眼前这世道 内忧外患 国将不国 可是又有几个当权者 把老百姓的生死放在眼里呢 他们正来争取 不过就是为了一起私利 看透这一切 我不想再替他们卖命了 也请你不要躲飞口船 博城 你怎么就这么固执呢你 你怎么就能治眼前马上就要到手的 出人头地的机会于不顾呢 你是不是治腿上把脑子给治坏了 鹏城 没有想到这么低俗的一言 居然会从你的嘴里说出 博城 你也太自大了你 你怎么就不失一点人间烟火 你这样的脾气 早晚是要吃大亏的你知道吗 我今天刚刚出院 如果你还拿我当自己的弟兄 就请不要再为难我了 博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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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人呀 认准的事 酒头牛你都拉不回来 鹏城 我们就此别过吧 时局险恶 你要多加小心 另外我要提醒你 在川军的驻将中 没有一个人可以托付终生 如果时局太过险恶 万万不可蛮感 记着 在丰都还有人在牵挂你 你说叶蝴鱼吗 莫服了人家 放心吧 依不信 人不无救 渡过了难关 我会派人接他过来的 好 后会有期 保重啊 莫城 保重啊 莫城 是 找谁啊 小兄弟 我是从丰都来的 我找刘长官 对不起 我们刘团座他先不在 那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也许半个月 也许半年 说不准 可是我找他有急事 我 我只是给我们团座看家的 你的事啊 我办不了 你回吧啊 我得去忙了 小兄弟 我 小兄弟 小兄弟 团座 是个女娃 封都来的 我已经把她轰走了 封都来的女孩子 那应该是叶惠宇啊 你怎么不让她进来呢 你刚才不是说 快去把她找回来 我 快去呀 是 你说什么 熊克武 他处决蓬城 为什么 十天前渡江夜之战 混成第二旅 被刘湘三个旅包围着 蓬城没有执行熊克武死守的命令 带兵突围 旅长围找替死鬼 又诬陷蓬城 说她临阵脱逃 熊克武和戴茂兴生怒之下 就把蓬城给抓起来了 大势所趋 非战之罪 昨天我在监狱见到蓬城 他跟我说 现在只有你能救他了 陆长官 我听蓬城说 你跟他是过命的兄弟 救救他吧 你放心 我一定会想尽办法救他 谢谢 谢谢 吴校长 有个叫刘八成的人 在外面等您 好 我这两天啊 本想是去看你来的 因为要忙些事情 实在是头发太深 还管兄台见谅嘛 客气 嗯 豫章先生太客气了 你忙的都是幽国幽民的大事 伯承轻易不敢打扰 延见成都 又将会一战火 我等岂能作之 所以 我联络了几所高校 准备组织学生游行 深讨军法刘相 宇章先生的这一壮举 必定得到百姓热力的拥护 下长好 可是我现在担心的是 他日如果 刘相真的入了城 宇章先生 恐遭不测 国难当同 身灵涂毯 有些事情啊 总是需要人去做 若未生死 那还叫革命吗 我自宏道向庭笑 去留肝胆两坤了 清美 讲 你我兄弟相见 不必把话说得那么沉重 还是轻松点吧 伯承兄 自从 你从医院出来以后 做了育工 这日子过得 还算安逸吧 炮火连天鸣不了身 何谈安逸 那就是说 门庭若市了 熊歌舞现在是内忧外患 肯定派了不少睡客 登门吧 不光熊歌舞 丹毛熊 赖心 赖心辉 还有石青阳 这些人都不干净了 这天到市 每天都有三拨两拨的人 登门游说 也不知道这前世 到底升了什么高厢 一下子突然变得 这么招的呆口 这不奇怪啊 刘香一贯砖魂跋扈 不过 在四川 他又把谁放在眼里 唯有你 在南天文一战 把他直接打回老家 现在 大产将至 雄饮 耐饮 能让无相望而生威的 舍得其谁啊 怎么样 天将大任 还是天使不收啊 心有余力不足 我称现在每日在家 就是两件事 读书 治腿 其他凡事 该不过我 是啊 这等屋中的军阀队伍 不躺着魂水也罢 不躺着魂水也罢 今日专程拜访豫章先生 兄弟是有一事相托啊 我真兄不必客气 只要豫章能做到的 我甘愿效劳 是这样 我有一个生死兄弟 是熊克武的部下 前段时间遭人陷害 现在命贤一现 想请先生施以援手 这件事该由你出面才对呀 是 可是我担心熊克武 会用我归剑做筹码 实在是为难 原本想请暗宫显主出面 可是我一打听 杨先生现在去上海了 为了组织上的事 暗宫去上海 找运带殷同志去了 对 这么着吧 这件事啊 我先走动走动 若完成了 等安公回来 你得请我们好好地喝一杯 那是自然 我们不醉不散 好 一言为定 好 你又在家等消息吗 那就拜托先生 不客气 请啊 拜 阿愚 onymous When are you here with me 看谁来了 宫队哥 rupu 波程 屋里头 Bye 来 请坐 来 喝茶 好 在法国医院 你我发生政治以后 我一度觉得你不可理 但是博承 现在证明你是对的 混在这种队伍里 注定是没有前途的 今后怎么打算的 今后我想先去丰都 住场团 这些年东中西讨的 我也有点累 对了 我打算带着辉语一起去 开窍了 杨本 这个人交给你了 就怕哪天啊 什么人一生命下 他又两脚没油 我早就跟他说过 让他跟我一起去教书 天天这样大大杀杀的 太让人担心了 我准备今后做运工了 当然 如果有机会 我也想向 慧玉培啊 去当个教书先生 团做 杨先生派人送来一封信 好 暗工兄回来了 现在 我向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 我们这里消息第三 中国共产党 早在一九二一年的七月份 就在上海宣布成立了 好 我这次去上海来 怎么了 出城市了 没事 有为故友来访 好 那我们回避一下 不用 你们先行讨论 我去颜课 好 太好了 太好了 我们做运工大赛一场 是吧 是 就和这位先赢着吧 郭程兄 久等了 来 礼拜他 好 行 进 行 本来走之前 应该跟你道个别 但是太轻毛了 这不刚回来 组织上有些事需要出来 实在是没时间去看 所以 我这不是来登陆拜访了吗 怎么样 腿好点了吗 好多了 已经可以出门行走了 怎么样 这一次出去 收获很大吧 收获极大 知道吗 中国共产党早在两年前 就已经成立了 遗憾的是 我们这里消息闭塞 所以一直被蒙在鼓里 好在我这回去上海 碰到了运带英同志 这才跟党中央取得了联系 樊工兄 当着我的面 毫无顾忌地大谈这些内容 恐怕不太合适 这有什么的 知己知己等于自己吗 有必要隐瞒吗 事不相瞒 我今天正在组织同志们开会 向大家宣布一下 党的章程任务还有目标 怎么样 有没有兴趣旁听一下 不妥 真的不妥 旁听一下无法吧 来 来 博哲兄 对 这合适吧 咱们哪跟着共产党干 来 博哲兄 请 隆重地向大家介绍一位我的好朋友 刘伯承 各位好 刘伯承 你是刘伯承 川中名将刘伯承 我是刘伯承 但是请将川中名将四个字略取 博哲愧不敢当啊 博哲 你看看我 看看我是谁 子虽 紫虞 是我 陈紫虞 老同学 见到你真高兴啊 太高兴了 老同学 走 我有话跟你说 离开小特区 所以我选择离开 后来认识的安公 参见了外赛 决定做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为中国之未来贡献终身 博哲 我听说你也要离开军阀队伍 不如加入我们的组织吧 我们很需要你 子虞 博承从军十几年来 悟出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做任何事情 我们都要 揪其原由 变其真美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 做出正确的判断 现在 中国到底应该向何处去 到底哪一种主意更合适我们 这一切 我们都必须认真地思考 否则 见到一个旗帜 就忙碌败道 那岂不是盲从吗 子虞 对这些学说 我都知之甚少 所以 我必须要 经过认真的了解 比较之后 我才能做出自己的选择 博承是个坦坦荡荡的人 他的回答还真是让人肃然起敬 人家拒绝了你的邀请 你不但不觉得沮丧 还极力赞赏人家 可谓有胸怀呀 于长兄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刘博承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将才 我们应该设法进一步地引导他 向组织靠拢 若能成功 我们的革命就多了一员强将 我还是那句话 顺其自然 我对博承啊 充满信心 我也是 请 团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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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打进城城了 雄总司令和弹军长昨天晚上已经弃城而出 刘博承的心头部队已经打进城来了 我们俩现在怎么办 你去收拾东西吧 看来我们也得走了 走 我曾率部 多次和刘湘的部下作战 军击败了他们 他们肯定对我是恨之入供的 言下这种行事 我们也只能出去暂避一时了 咱俩去哪儿啊 再说吧 刘团座 刘团座在吗 毕人刘伯承 备制乃边防军第三团警卫排排长 康团座命我等火速前来 护送您出城 康团座 康鹏城康团座 你们康团座不是已经回到丰都去了吗 刘文辉司令前不久亲自任命康团座 为边防军第三团团长 康团座得知成都即将陷落 特命我等前来 护送您出城 谢谢你们康团座 郭城兄 安宫兄 没想到吧 你那儿看见你给我留的便条 所以就匆忙赶来送送你 你这是好伸手啊 居然赶到我的前面了 你们得躲着刘湘的军队 我可不管那些 我抄进入毒 你们当然走在你前面了 郭城此乡 是失忆安居 安宫兄仍能出城远送 此番情义 能铭记心中 您太客气了 上回我赴上海就没来得及跟你打招呼 这回 郭城兄要出走 安宫是无论如何都得送送的 对了 郭城兄也要来的 但是要统计纪念列宁群众大会 实在是投不开心 所以委托于我 郭城兄让我转达 他任你住处安定 一定亲自去办一办 郭城何德何能 成了二位任兄如此太爱 真是惭愧 惭愧 见外了不是 我等三人既志趣相投 又何必酸文假粗的呢 来 今日作别 小弟特备小礼一份 望郭城兄笑纳 安宫 使不得 这可万万使不得 别误会 先打开看看 这是 这回我赴上海 郁带英同志赠送于我的书籍 今日特地转赠于兄长 望兄长好好看看 但愿能够所获 好 郭城一定认真地言论 那好 宋军千里终须一别 小弟这就告辞了 好吧 郭城此番打算 在武通桥康家先小助一战 如果有空下之时 欢迎二位仁兄前来小聚 安国知道了 保重 就此跌簸 也好 郭州 你看啊 前面就是武通桥了 你说这个博城挺会挑地方的 这风景是真不错 在这儿估计他要修炼成仙了 好山好水才是修身养性的好地方 依我知见博城不是修炼成仙 而是应该得到了 得共产主之道 那我们一会儿就要见到真神了 来 往这边 二位仁兄远道而来专程探望 令博城十分感动 我虽滴酒不沾 但也要以茶代酒 敬二位仁兄一杯 来 豫章兄 我听说你被杨森逼走之后 这成都学运和公朝闹得反而更凶呢 是不是确有此事啊 所以啊 有些居心不良的家伙 就给杨森出主意了 说只有杀掉吴玉章 成都才能太平 如果真是有这种说法 豫章兄 你还真是要相信 我才不怕他呢 他杨森有枪 我又吐 这不 今天就跑你这来了 就让他们满世界地找我吧 豫章兄如果不介意的话 不妨可以搬来和我一道主 吴玉章兄 这个你就不用操心了 实话跟你说吧 豫章兄这次可以说是来看望你 也可以说是来和你道别的 道别 对 什么意思 卫章兄啊 安公从上海回来以后 我们对外面的情况 有了更多的了解 听说现在全国的供应形势 越来越好 所以啊 我想趁着这段付钱的日子 去广州 上海 北京等地考察考察 以便将来啊 您对我们四川的党组的挖展 做点贡献 那打算什么时候动身呢 就这两天吧 郁章兄 我有个不情之情 不知是否合适 请说 如果方便的话 我想和郁章兄一起出船去考察 不知是否合适啊 好 受吴玉章 阳暗公进步思想的影响 1924年10月 刘伯诚随吴玉章出船考察 去到贵州 湖南等地到达上海 又从上海辗转北京 沿途考察了各地的共产主义活动 于1925年6月 由上海经香港到达广州 你跟刘伯诚交情深厚 屁股独耳荣最近怎么销声匿迹了 去做 我也不知道他的去想 有人看见他在上海 听说还要去广州 是吗 他跑那些地方干什么 搞不好是去跑官了 像刘伯诚这样的人 不可多得 有机会你问了他 看他想要什么位置 是 有机会 吴玉章说 我们从四川这一路走来 真是大开眼界 否则我们窝在四川 很难感受到全国的民众 对着热血旁贷 如潮气势 是啊 只要我们的工人 农民与学生 联合起来反抗 帝国党就不敢在我们的土地上 肆意横行 反党军派就会垮台 民众之觉醒乃至整个中国之觉醒的巨场 当觉醒的民众为了改变这个世界而勇敢地团结起来共同努力的时候 这个世界一定会被改变 博程秋 咱们赶紧走吧 天凯先生还等着咱们呢 好 走 拜 吕长兄 天凯兄 好久不见了 是啊 先生好 刘伯承 你好啊 博程同志 坐 坐 好 坐 刚才我已经把博程同志的情况跟蒋校长说了 他真是迫不及待 马上要见人 真是求贤若渴呀 多谢颜凯兄 极力推荐哪 不不 这都是博程同志的才干 触动了蒋校长 博程讨贼十年 寸功为命 蒙大家看重 这是汗衣 博程同志不要谦虚 这几年讨贼功败垂成非你之过 此乃大势所致 纵身先生痛定思痛 才下决心创立黄虎军校 走强国强兵之路 未来正是你们这些青年才俊 建功利益的好时机 要好好把握 博程请真先教会 院卫革命现全马之劳 报告 进来 校长 谭秘书长和吴玉章求见 请他们进来 是 各位有请 请 劳烦钟正兄门口相迎 实际 实际 谭秘书长和吴章兄大家光临 忠贞旗感不光啊 这位是刘伯成 校长好 传人刘伯成 果然气都不烦 天生酱彩 难得 难得 座位里面请 校长请 请 请 座位 请坐 好 好 何成兄 我听说你仗胆得不错 有精神之欲 今天我总算见到了你这活神仙 陈文校长夸讲 军神之欲愧不敢当 若成只是经过了十几年的血雨腥风 同各路军阀征战多年 讨贼之战不少 可至今 贼口依然伶俐 若成为此感到 汗颜 坐 你不必过谦 未来这国民革命 任中道远不可能一处而就 至于我们才要借机用人 过心惨胆 在将来革命资历壮大了 方可欲贼寇 决一死战 周仲修 刚刚我路过学校训练场 看到军文机列列 更无寒影 未来北法有成 周仲修当推手工了 但秘书长此言差语 网无军校能有今日绝匪 忠正一人之功 忠正不过是秉承了 忠三先生和颜凯兄之嘱托 尽我军人当今之本分 知此而尽 不过忠正相信 由网无军校之基础 未来党国必将强生 天下必将太平 是啊 强军方能强国 有此基础 何愁北法不胜 军法不败 何成兄 袁凯兄推荐你到军校任教 我是极力赞成的 你知道 军校创办之初需要大量人才 尤其是像你这样 作战经验丰富之优秀人才 校长垂青 我定当认真考虑 伯承从各路军阀征战多年 可至今功败垂成 教训惨痛 所以我也常常想 眼下我们看到的 这些所谓的各路革命新军 无一不是充满着军阀气息 他们都在为各自的利益而战 征战多年之后 可至今赎对赎错 伯承就愈加困惑 因此我才决定 弃君从命 出场考察 其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要探求未来之真理 探求未来之真理是好的 不过 宝承兄 国民革命高潮即将到来 多少有志青年都纷纷头皮重荣 参加华谱 担救未来真理之目的是什么 上任云修身齐家治国 兵天下 诚如总理所言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此时此刻 我曾凶要弃军为民 事又不妥 校长所言极事 伯承同志 你对我们未来建军有何看法 伯承以为 兵精将强是军队之根本 为国而战 为民而战 是军人之本分 我们应该让所有的官兵都懂 心忧天下 只存高远 上下同心 勇敢作战 这才是军队的灵魂 只有这样的军队 才可以功务不破 战务不胜 言之优理 言之优理 钟政兄 此等人才不被我军校所用 岂不可惜呀 君子不强人所难 不过伯承兄 中间还是请你好好考虑考虑 你进来 网布军校的大门 随时为你敞开 谢谢校长 伯承兄 初次和蒋公见面 感觉如何呀 此人目光顺遂 不搞言笑 会谈期间一直正进为坐 绝非常人所为 我是说 你同不同意去军校工作 蒋先生不是说我还可以多考虑几日吗 深思断刑啊 有件事我给你说一下 我得马上回四川吧 豫章兄怎么忽然间想起回四川了呢 你知道现在国共合作 四川的国民党派系统组织混乱 我在上海向陈多秀和王若飞同志请求 利用我在四川的优势 整顿国民党组织 他们听了以后都很支持 所以要我这次来广州和国民党中央进行沟通 我已经和颜凯 汉明等几位国民党元老 坐着上台 取得了他们的同意 你在黄埔军校工作 你无大碍 我也就没什么牵挂了 所以啊 我得赶紧回去完成我的使命 我跟你一块回四川了 我不能埋没了你的军职才能啊 伯特兄啊 黄埔军校适合你发展 我希望你能留下来 可我自己 迈报 迈报 杀鸡惨案 我同报遭英法军队血腥屠杀 迈报 迈报 杀鸡惨案 我同报遭英法军队血腥屠杀